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董寅,出生年月不祥,他的字是修招。 董寅的祖上几代,曾经是一一周的八郡人,后来董寅的父亲,就把全家搬到了一周。 而董寅的父亲,把家搬到一周之后,就在刘章的手下做事了。 董寅在年少的时候,和费一两个人在蜀中的名声都特别的大。 当时董寅的父亲觉得,他们两个才能,还有各方面都差不多。 而有一次,董寅和费一,一起参加了许静儿子的葬礼。 当时董寅他爸,给了董寅和费一,两个人一辆特别破的马车, 当时董寅就觉得,坐这辆车特别的丢脸,没有面子,后来脸色也特别的不好。 但是他旁边的费一,却还是非常的镇定,一点也不觉得坐破浪的马车丢人。 后来董寅他爸知道后就觉得,费一在德行方面,肯定比自己的儿子董寅要好。 当年在刘备把他的儿子阿斗立为太子的时候,就让董寅和费一,两个人在太子的身边,辅助他。 董寅后来又被,赦命为了太子洗马。 在公元227年的时候,诸董寅准备要去北方打仗了,可是诸董寅那个时候特别的担心,他觉得刘禅的年纪还非常的小,又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。 后来他又觉得,董寅这个人很正直,是非也特别的分明,于是他就想让董寅负责处理皇宫里的各个事物。 后来,诸董寅也对刘禅说,遇到事情不能决断的时候,要多听听董寅还有费一他们的意见。 当时,身为适中的郭优之,因为性情非常的温顺,胆子也比较小,所以他不怎么管事,他的职位只是一个摆设而已。 所以,宫里面的事情,基本上都是由董寅来负责。 而董寅这个人,也喜欢有话直说,他经常指出流产不合适的行为。 后来,流产经常想写民间的美女,作为他的妃子,养在后宫。 而董寅那个时候,则劝流产说,不应该立太多的妃子,曾经有圣人说过,好的天子后宫里的妃子的数量,也不过十多个而已,而限。 在后宫里的妃子数量,基本上已经满足了,所以不应该再增加了。 后来,因为董寅,坚持不让流产选太多的妃子,流产那个时候,也有点怕董寅,所以没有办法,只得听董寅的了。 当时,诸董寅,在外面打仗,蒋婉在京中负责了丞相府的各个事务,董寅则负责了在宫里面辅佐君主,然后来保证蜀汉皇宫里的稳定。 在诸董寅,在诸董寅,死了之后,因为蜀汉的将军魏妍和杨仪,两个人发生了矛盾,并且互相控告,说对方想造反。 当时,董寅和蒋婉他们都觉得,杨仪肯定是不会造反,他们怀疑想造反的是魏妍,于是他们就下令去捉拿魏妍。 后来,身为尚书六的蒋婉,担任了一周次使这个职位,他当时就尚书给刘传说,希望能够赏赐费衣,和董寅他们两个人爵位还有封地。 后来,刘传听了他的意见,就要赏赐,可是董寅坚持不接受。 等到刘传渐渐地长大之后,他特别宠信身边一个叫黄浩的宦官,而 黄浩当时想夺取蜀汉的政治大权,把刘传当成傀儡。 后来董寅每次都特别严厉地劝诫刘传,叫他要多注意黄浩。 董寅知道黄浩的小心思,所以经常责备黄浩。 所以黄浩特别地怕董寅,他心里面想的那些不正当的想法,当时都不敢使出来。 董寅这个人非常的正直,也没有什么架子。 有一次他和费一他们,已经约定了时间要去喝酒,游玩,车什么的全部都已经准备好了。 可是,这个时候却有一个叫董辉的郎中来拜访他。 后来董寅马上停下来接待了他。 而董辉当时年纪也比较小,官也做得不大,他当时认为,董寅这个人,为了他这个那么小小的人,而操劳非常的不安心,故意不去。 后来他就主动请求,要求离开。 董寅当时就不答应了,他说,本来出行的主要目的,就是要和秩序相投的人一起,聊聊天,一起游玩。 现在你已经来见我,正好可以一起说说话,现在却要走,要我去参加那个宴会。 除了忠心耿耿他也特别的大度,从他父亲当初说,费一比他强的时候就看出来了,他后面不仅没有对费一有意见,还和他关系很好。